《天氣報告》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鶴賢 本來今天的天氣比較大風 看到在橫蘭島和長洲 今天偶爾都吹起一些強風 至於震風方面 在橫蘭島更加去到每小時70公里或以上 故此強烈季有風訊號今天是整日生效 至於氣溫方面 今天下午在張家咀總部 我們的氣溫上到31度左右 而在新界西部的地區更加去到33度或以上 如果看遠一點在雷達影像方面 在香港以南的地區 其實有一條比較厚實的雨帶 這條雨帶為廣東西部帶來很大的雨 幸好這條雨帶沒有走上來影響我們 故此我們的雨量不多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運圖 香港在這裏 其實香港受著東北國有風所影響 但是東北國有風 加上在海南島附近的熱帶低壓共同影響下 南海北部比較多雲 和風也比較大 但是我們預計這個雨帶低壓 將會繼續向越南方面推進 和它相關比較差的天氣 都會慢慢離開我們 故知我們明天的天氣 會稍微好一點 會暴雲時間有陽光 最新的風場預報 看到今天和明天將會吹著 偏東風 到星期四 我們將會轉吹北至東北風 原因是一股東北國有風的補充 到時將會抵達華南沿岸地區 我們的天氣將會稍涼 至於詳細的天氣 會是這樣 大致多雲 初時有一兩陣雨 明天是暴雲時間有陽光 氣溫介乎28至32度 風會吹和滿之清淨的東至東北風 初時離岸吹強風 至於展望方面 到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氣 會是暴雲時間有陽光 但是到本週後期 剛才說過 由於東北國有風補充的到來 我們的天氣將會稍涼 今晚的天氣到此為止 祝大家愉快的晚上 再見